华为是中国最早将人才作为战略性资源的企业 其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更是华为26年来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关键 华为总裁任正非用狼狈组织、少将、连长等词汇 全是华为在员工激励、组织建设、干部管理等方面的管理智慧 倒出了华为管理的核心本质 任正非把华为公司里一些歪材、怪材 比喻成歪瓜裂枣 及那些绩效不错 但在某些方面不遵从公司规章的人 尤其是一些技术专家 都有着特别的个性和习惯 任正非说 公司要宽容歪瓜裂枣的奇思一想 以前一说歪瓜裂枣 就把裂写成裂等的裂 你们搞错了 枣是裂的最甜 瓜是歪的最甜 他们虽然不被大家看好 但我们从战略眼光上看好这些人 今天我们重新看王国伟、李鸿章 实际上他们就是历史的歪瓜裂枣 我们要理解这些瓜瓜裂枣 并支持他们 他们可能超前了时代 令人不可理解 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这个时代的范高 这个时代的贝多芬 未来的谷歌 如何合理地评价这些人 让这些瓜瓜裂枣 真正发挥自己的价值 并获得与其贡献相不合的回报 华为管理优化中提出 作为管理者 要在公司价值观和导向的指引下 基于政策和制度实事求是的去评价一个人 而不能僵化的去执行公司的规章制度 在价值分配方面要敢于为有缺点的奋斗者说话 要抓住贡献这个主要矛盾 不求全责备 人正非谈对正值与负值的能力与要求 相信对每个企业管理层来说 都值得学习和思考 一正值的能力与要求 一正值必须要敢于进攻 文志彬彬 温良功俭让 事无巨细 眉毛胡子一把抓 而且越抓越起的人是不是合做正值的 二 正值必须清晰地理解公司的战略方向 对工作有周密的策划 三 有决心 有意志 有毅力 赋予自我牺牲精神 四 能带领团队 不断地实现新的突破 这就是狼的标准 五 评价正值时 不一定要以战利品来评价 应对其关键事件过程行为中 体现出的领袖色彩给予关注 二 负值的能力与要求 一 我认为负值至少要精于管理 大打烈烈的人不适合做负值 二 不值一定通过精细化管理 撕开口子后 要能精跟细做 守得住 具备正确的执行力 来实施组织意图 这就是贝的行为 三 机关负值的责任承担者 要逐步地由 具有成功实现经验的职业经理人来担任 三 能人要用到高刃上 我们很多有能力的人都集中在机关 前方大项目的骨干太少 直接面对客户的铁三角力量很弱 机关这么多人内控这么强 我们的作战能力并没有增强 我们要选拔那些敢做改为的优秀将领 选拔有些年轻人的人上来 到前方去做少将连长 把优质资源集中到优质客户身上 四 优先选拔女性管理者 同等条件下 优先提拔女员工 对于优秀骨干女干部 可破格提拔任用 管理团队要有女性成员 公司里面要有一定的女员工 选拔时可以倾斜 没有的要注意培养 各级行政管理团队争取有一名女性成员 五 干部可以破格提拔 知自行成长路线 不同的干部级别应该有不同的要求 有过成功经验的连长可以直接提团长 有过成功经验的团长可以直接提军长 没有必要一定要经过赢或失这一级 因为只要他带过一个团了 到一个军只是放大了而已 六 干部需具备的四种能力 一 成功的决断力 二 正确的执行力 三 准确的理解力 仅具备准确的理解力 适合在机关做干部 具备正确执行力 可以做各部门的复职 具备成功决断力的干部可以做部门一把手 四 第四种是人际能力 我们选拔干部主要是这四种能力标准 理解力就是说 一个干部 他都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那怎么去执行 怎么能做好呢 要加强中层干部的执行力 高级干部要有决断力 五 各级干部的组织区别 高级干部与低级干部的组织要求很不一样 高级管理者要求素质很高 低级干部要求绩效很高 管理干部的综合素质适当要求高一点 评价一个人 提拔一个人 不能仅仅看素质这软标准 还要客观地看绩效和结果 在有结果的情况下 再看你怎么做的 关键行为中是否表现出你有高素质 六 优秀管理者的事业 想做一个好的领导者 管理者 你要把阅读面视野展开 要看清行业的变化 才能规范好内部的行为 眼睛只看内部 忙着规范内部的行为 规范完了就被淘汰了 为什么 因为不适应未来的变化 所以我强调视野很重要 视野不完全来自经验 还要来自学习 七 对事负责与对人负责 到底是实行对事负责制 还是对人负责制 一个是扩张体系 一个是收敛体系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以流程型 和实效性为主导的体系呢 现在流程上运作的担部 他们还习惯于事事都请示上级 这是错的 已经有规定或者成为惯例的东西 不必请示 应快速让它通过去 执行流程的人 是对事情负责 这就是对事负责 事事请示就是对人负责制 它是收敛的 我们要简化 不必要确认的东西 要减少在管理中不必要 不重要的环节 不要制造垃圾 否则公司怎么能高效运行呢 在中基层要重新修改 我们的口号 要先学会做事 再学会做人 8.华为接班人的要求 1.华为的接班人 除了以前我们讲过的事业 品格 一直要求以外 还要具备对价值的高张远主 和驾驭商业生态环境的能力 2.华为的接班人 要具有全球市场格局的事业 交易 服务目标执行的能力 3.以及对新技术与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 而且具有不顾不自封的能力 4.华为的接班人 还必须有端到端对 公司巨大数量的业务流 物流 资金流等 简化管理的能力 2.华为的接班人 吸引 如果 隔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